韩国的地理位置有多差? 咱们一起来看看 韩国三面环海 与中国、日本隔海相望 北面与朝鲜隔着著名的三八线 在19世纪欧洲列强开始瓜分亚洲领土后 当时欧洲列强急需沿海口岸扩展贸易 只有日本和朝鲜半岛幸免 由于日本是个岛国 而且及时投入了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帝国麾下 才没有被列强瓜分 那为什么朝鲜半岛没有被帝国主义看上呢? 朝鲜半岛不仅资源匮乏 同时它的地形、地势也极其恶劣 如果要说韩国的地理位置有哪里好的话 也仅仅比朝鲜多几座海岛而已 韩国有三分之二的国土 都是由高原山地组成 这种环境使得这部分土地 根本无法用作人们的生活用地或者工业用地 韩国拥有三千多个大大小小的岛屿 大多分布在西海岸和南海岸 其中三分之二是无人岛 韩国的矿产资源也较少 储量不大 自然资源匮乏 但韩国的人口却超过五千万 山多地少 资源匮乏 人口众多 地理位置偏僻 韩国的种种劣势都很明显 那么韩国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十年 发展成了亚洲仅有的几个发达国家之一的呢? 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前 韩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 普正西1961年上台后 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缺乏独立精神 懒惰 自私自利 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 他号召韩国人改造国民性格 而在几十年后 韩国人在世界上以团结 民族主义 勤奋好强 认真而闻名 二战和朝鲜战争后 朝鲜半岛这片土地几乎被打成了废墟 但是韩国却在战争废墟上奋发图强 制造了著名的汉江奇迹 由世界上最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 一跃进入世界发达国家之列 汉江奇迹的创造 离不开韩国人民不服输的精神 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汉江奇迹为韩国成为发达国家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外韩国能够快速崛起最重要一点原因 也少不了美国的助攻 在1985年后 由于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太快 日本一度占据了80%的半导体市场 全球半导体十强名单中 有六家都是日本企业 美国一看威胁到了自己全球霸主的地位 于是开始制裁日本的半导体产业 韩国得益于日本被制裁 抱着美国的大腿一举替代了日本在半导体界的江湖地位 得益于美国的扶持韩国的半导体 电子 造船 钢铁 化工 机械 纺织 化妆品行业都得到了飞速发展 也出现了一大批世界的知名企业 如三星集团 现代集团 SK集团 LG集团 韩国用了三十年时间 从一片废墟 一平如洗 成为发达国家 这其中离不开自身的努力 更重要的是离不开美国的扶持 当然 韩国经济崛起 也是有一定牺牲条件的 要知道 韩国根本没有自己的军队 它的军队都是美国的 虽然韩国有着不少的高科技产业 但大部分财阀 其实都是受制于美国的 所以 韩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光鲜 其实内心更多的可能是无奈